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如果这一切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是不属于你的 那么无论你花多大的功夫都得不到 年岁稍小之时 每当听到这句话 都会像老一辈过分子般固执 不懂得人定胜天 可慢慢地 当人踏入社会之后 我们才明白到 原来未曾经历过人生 就不会甚至这番话的深刻含义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认为 自己就是万物的主宰 自己能够把控万物 改变身外的环境 到最后我们才发现 原来我们连自己的人生都把控不了 又何谈改变这个生活呢 很喜欢一句话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你能遇到谁 碰到什么事 你其实不知道 就像你和谁结婚 和谁组建家庭 你能预想到吗 其实我们都预想不到 因为每个人 都是在碰碰撞撞中走过来的 为何我们常说缘分 就是因为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会有无数条线来牵引着 而这里的牵引 便是要拉近你和别人的距离 让你们能够相遇 可究其根本 这根性不就是缘分吗 人 只要他来到这世界 就会在无数的偶然中 组合成他必然的人生 正如某位作家所说 我们所遇到的不是必然 而是无数个偶然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说起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这番话 其实就想到了简短时间的高考 为什么要说这场高考呢 就是因为在这次高考后 朋友告诉了我一件事 让我特别感慨 在高考前 朋友的儿子 实施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尖子生 他们这个班 在上一年 基本全部人都考上了重点名校 朋友的儿子在这个班 日常的成绩也不错 基本上能排到前世 而他的老师 是这么跟朋友说的 家长 你的孩子这次高考 别给他太大的压力 只要正常发挥 985或者211是没问题的 朋友听到后特别高兴 甚至好几天夜里都睡不着觉 因为朋友和妻子 虽然这些年赚了不少钱 但终究不是大学生 所以感到特别遗憾 所以听到老师的话 他也就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在高考这一天 朋友的孩子突然上初下戏 甚至出现了脱水的现象 据医生说 是因为孩子被考压力太大了 才造成这一连串的不良反应 凭着这样的状态去考试 朋友的孩子考得怎样 其实都能踩到一二了 很遗憾 他考砸了 到最后 只上了一个普通的一本院校 而他 也是这个班里面 唯一一个没有考上名校的学生 当朋友得知之后 其实特别不是滋味 可我们都明白 人这辈子 本就是不如一时尚八九 谁又能一辈子都顺风顺水呢 况且 很多时候 你所处的环境 并非是人力就能轻易改变的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朋友孩子的经历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是你的东西 就算你再怎么去争取 其实都会适与愿味 这并非是能力的问题 而是实际味道 很多人都会疑惑 那是不是就不用努力 直接等天上掉馅饼了 其实 人要努力 是为了顺应自己的人生导向 所谓 气氛认识三分天 你所要做的 便是用气氛认识 去顺应那三分的天意 可结果怎样 用刘伯温的话来说 就是 不求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说到这里 其实就想到某位网友的留言 18岁那年 因为考不上大学 所以只身到省城里打拼 原以为18岁的老公没人要 谁知道碰上了老公慌 自己也就找到了工作 24岁那年 赚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筒记 可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机缘巧合之下 遇到了自己的爱人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家立业 30岁那年 因为某些原因 一个人出来创业 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可慢慢地 有了第一批的客户 有了第一批的订单 赚到了第一阶段的钱 35岁那年 原以为自己和读书 已经没有任何瓜葛了 可我的某个顾客 便是大学教授 那么 在他的邀请下 我自考了本科 还想读研究生 40岁那年 自己18岁的梦想实现了 不仅如此 还获得了高级的文凭 比18岁的时候强多了 45岁那年 45岁那年 这一切 这一切 便是我们的命运 要知道 所有的一切 冥冥中 自由安排 而我们 便是要顺其自然地 接纳他 接受他 坦然面对这个 不义的世界 人这辈子最大的通透 便是顺其自然 曾见过这样一句话 当他成为他人父后 才发现 我们所苦苦坚持的 都不过是 自己骗自己罢了 人力深于天地之间 最大的通透是什么 便是学会顺其自然 外面变得怎样 既然你无法改变 那么你就要学会 去接受他 然后顺着命运的轨迹 继续往前走 说到这里 大多数人会很惊奇 这样的说法 不就是教人 学会放下吗 其实 无论我们过得怎样 最终都必须放下 才能更好的开始 就像一个杯子脏了 为了不让未来的水 受他的影响 变得污浊 那就放下心中的纸内 把这个杯子扔掉 还自己一个干净的空间 还未来的水源 以清净 正如三摩所说 人生有如三道场 第一道苦若人生 第二道甜若爱情 第三道淡若清风 所以说 无论是谁 到最后 谁不是处于平淡之中呢 那么 当你不能得偿所愿时 当你身处不满不甘的经历时 当你身陷苦难之中时 不妨跟自己说 一切都会过去的 而你的幸运 终究也会慢慢地到来 人 要懂得如何去和人生这比差 既要明白拿得起 也要明白放得下 所谓 最美的人生 便是放下 如此 不管怎样 都要记得 你所拥有的 都是你所必然拥有的 而你所失去的 本就不属于你 还是要说 相信上帝 会有最好的安排 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严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 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 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 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